大家好,这里是小鱼厨艺 黄瓜是眼下已经大量上市的蔬菜之一 黄瓜的吃法有很多 既可以生枝,还可以凉拌,炒食都是十分的美味 特别是那些爱美,养生,以及减肥的人士呢 黄瓜是他们的最爱 我们这边的黄瓜卖到了一块钱一斤 朋友们,你们那边的黄瓜什么价格呢 黄瓜虽好吃,但是关于它的挑选呢,却是个大学问 好多人不知道怎么挑选黄瓜 今天动过这条视频,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种黄瓜,千万不要买,给多少钱都不能要 大家来看一下,视频中这种黄瓜,从外观上来看,没有啥区别 光看它的表面还是比较新鲜的,顶花带刺 第二,这样的黄瓜呢,深受买菜人士的喜爱 如果是让我来挑选黄瓜的话,我也会选择这样顶花带菜的黄瓜来购买 说明它是刚刚采摘的特别新鲜,营养成分呢也比较高 但是有一点值得大家去警惕与注意 现在市面上流通着这样一种黄瓜 是被药水泡过的,这种药水 好像叫做是植瓜生长剂 抹上药水之后啊,这个黄瓜 生长迅速,而且呢,线条比较直 如果吃多的话,对人体呢,还是有一定伤害的 那么如何避免购买到这种黄瓜呢 大家只看一点就可以了 今天在视频中给大家展示的这些黄瓜呢 就是被药水浸泡过的 大家请看 它的顶部呢,像圆锥一样,比较尖 但凡是被药水泡过的黄瓜啊 它的顶部都是这样子的 成圆锥形,尖尖的 这种黄瓜呢 口感以及营养价值 都不如那些普通的黄瓜 朋友们,您清楚了吗 今天的视频分享到此了 如果对您的生活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